黎瑞尔之兵打醒了法国 打磨了美国 而最后的赢家也出现了 大家好 我是薛西林 黎瑞尔之兵不到一年 俄罗斯坐等接收美军基地 百万缘由启程前往中国 美西方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2023年7月26日 非洲国家黎瑞尔发生政变 开启了黎瑞尔脱离西方殖民政治进程 但这一进程并非一帆风顺 在政变发生后的第一时间 西非共同体中几个清西方的国家 宣布要派兵干预 但后来因为各种因素不了了之 然而一直是黎瑞尔为自己的 海外殖民地的法国 却难以容忍黎瑞尔脱离自己的控制 法国政府却没想到 自己不承认黎瑞尔政兵当局这件事 引起了黎瑞尔社会的极大不满 8月25日 黎瑞尔军政权要求法国大使 离开黎瑞尔 到9月25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 法国将召回助黎瑞尔大使 并撤回法国驻军 但黎瑞尔的反殖民斗争 到这里远远没有结束 美军在黎瑞尔运营有两处基地 其中的201空军基地 是美国在非洲的第二大武装无人机基地 美国在这个基地的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 今年3月16日 黎瑞尔宣布废除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协议 原因是军事协议是美国单方面强加给黎瑞尔的 且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并不对等 最终在4月19日 美国同意从黎瑞尔撤军 而就在美军准备撤离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俄罗斯部队进入了黎瑞尔的一座军事基地 而就在俄罗斯部队的隔壁 就是美军在黎瑞尔首都的101空军基地 根据独房报道显示 黎瑞尔当局在中断和美国的防务合作后 开始和俄罗斯防务合作上展开基础 有传闻俄罗斯瓦格拉部队很早止情 就曾在黎瑞尔出行 在黎瑞尔正兵期间 支持正兵的民众在四比游行高举的旗帜中 就有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国旗 以及瓦格拉的旗帜 更有消息说 俄罗斯军队此时此刻的出行 是为了接收美军基地 各方消息众数纷纭 但都无法改变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 逐渐扩大这个事实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所载有100万桶黎瑞尔原油的运输船 离开了塞米港 死向中国 这笔原油来自于黎瑞尔的数驻游艇 一条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曾经的输油管道 将这几座游艇和非洲国家贝宁的塞米港临击 让这些原油可以寻找到一条出海的道路 但问题在于 黎瑞尔正兵发生后 因为一系列的病故 导致黎瑞尔关闭了和贝宁的路上边境 贝宁拒绝了黎瑞尔 借助其港口出口石油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亲自出名斡旋 经历沟通渠道 最终打通了赌顶 让黎瑞尔石油可以流向中国 资金市也引发了美国智库的关注 美国智库也通过资金市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那就是中国已经掌握了在高度紧张动荡的局势中 通过沟通斡旋等方式来保护中国利益的外交技巧 更重要的是 不管是谁在掌权 中国都能找到办法经历牢固的关系 很显然 法国和美国灰头图灵离开了黎瑞尔之后 中国和俄罗斯就在黎瑞尔找到了自己的机会 说到底 霸权主义和殖民思维已经成了郭街老鼠 而和平相处 合作共赢 正在成为世界共识 好 本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各位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